HomePod mini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高的关注 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多小 而是因为它便宜 这是一个比Apple Pencil便宜200块 比一个充电器便宜300块 比四个轮子便宜4500块的产品 这款产品的售价是让很多 哪怕是现在还没有收入的学生党 也可以随便拿点压岁钱就可以入手的新款产品 广东同学压岁钱可能承受不来 使用之前你需要了解的事情包括 这不是一款蓝牙音箱 你说你在情人节要给女朋友制造浪漫 在没有插头的空旷操场上 没有办法使用它直接播放音乐 其次HomePod这条产品线 它不能跨越公司学校 那种需要二次验证的WiFi网络 第三很多同学说买这款音箱 就是为了这个20瓦的插头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 说买插头送音箱 但是这个插头你得给它用 你用这个给别的充 你HomePod mini就用不了了 第四在系统更新之后 支持18瓦PD插头供电使用了 目前还不支持15瓦供电 也就是说你用Mac的接口 不能直接连着HomePod mini来使用 另外跟大家说明一下 它因为本身支持20瓦的充电 所以只要你的移动电源 它够20瓦就可以给它供电 如果你买一个HomePod mini放在家里听 它的音效和我入手的千元左右的蓝牙音箱接近 但是和HomePod的音效还要差不少 这是一个360度的扬声器 你说客厅茶几摆这么一个小东西 那么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所有人听到的声音都是一致的 苹果专门设计了HomePod mini的声波导 所有声音都是从底部发射出来的 可以在一条线上长距离播放而不衰竭 其次HomePod mini支持超强麦克风收声 其实我在客厅小声喊一句 Hey Siri 能看到吗 然后我现在把声音稍微放得小一点 Hey Siri 看到了吗 通过降噪 哪怕是HomePod mini在很大声播放音乐 我也能够发出一句很小的指令 Siri也能够快速的响应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Hey Siri 明天天气怎么样 它会把声音就像屏蔽到背后一样 明天天高云淡 万里晴空 最高温零下6.0度 最低温零下18度 那第三 HomePod mini支持距离感应 如果你使用iPhone 11系列或者iPhone 12系列 那么在你手机靠近HomePod mini的时候 播放的音频可以在HomePod mini和iPhone之间进行切换 有两个支持点 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 这不是NFC 所以不需要对着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你只需要将你的iPhone凑近过去 所有角度都支持音频转移 第二 如果你把手机播放的音乐转移到HomePod mini上 哪怕是你手机接到电话 mini的音乐播放也不会被暂停 第四 就是超小的体积 这是一台更适合放在办公桌 床头柜的小音箱 不会挤占你原本就拥挤的桌面 相比之下 在床头柜上你说怼一台HomePod 显然是不合适 清晨低绿阳光照进房间 你睁开睡眼 一个巨大的HomePod出现在眼前 而mini这种小玩意儿则适合摆在各种小桌和小台子 第五 HomePod mini新增了广播功能 你可以在手机上的家庭APP录入一句话 并发送 接着你们家所有的HomePod mini 会同时将这句话进行广播 主要适合那种大户型 或者说上下月层的用户 孩子在楼上假装学习 爸妈在楼下把饭菜做好 这个时候你不用扯脖子喊 也不需要特意跑上一趟楼 直接发个消息 饭已经做好了 下来密洗吧 像国外一生生三四个孩子 每个孩子房间摆一个HomePod mini 周六早上老爸一广播 说Clock Blues Denna 我的上帝 赶快收拾好你们的行李 准备出发 别让我上楼踢你们的屁股 广播明天有谁想去跟我爬长城 明天有谁想去跟我爬长城 我肯定是不去 不过对于中式家庭 我觉得这个功能使用性不高 多少家长就找着机会 进孩子房间侦查一番 平时不吃饭的时候 也得送个水果 端杯牛奶 可不可 饿不饿 隐含在背后的台词是 有没有好好学习 是不是跟哪个小姑娘扯犊子呢 如果说HomePod mini 在使用过程中觉得哪些缺点 还是得说一个S性的大姐 Siri本身 其实聪明程度已经够了 小爱同学 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山 海拔最高的山是 珠穆朗玛峰 Siri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山 珠穆朗玛峰 英语Mount Carmelangma Mount Everest 藏语 尼泊尔语 简称猪峰 小爱同学 用日语怎么说我爱你 Siri 用日语怎么说我爱你 用日语 我爱你这么说 两个哪一个更对啊 小爱同学你几岁了 人家还是小孩子呢 就是19岁的孩子 Siri你几岁了 我如苍山久远 又如草木出生 他那个小脑瓜里 其实什么都懂 就是反应慢 也不是总反应慢 也就代表着 你将听到Siri 新的经典三连 稍后抱歉 处理中 Siri3加47点多少 稍后 仍在处理 抱歉 抱歉 网络顺畅的时候 我说一句话 他有十句等着我 我现在对于Siri 最主要的使用功能 其实就是智能家居 HomePod mini支持 HomeKit HomeKit是一个智能家居的标准 符合这个标准的产品 都能够使用 但是对于我有一个 很蛋疼的问题 早几年 我们家的智能家居 已经被米家各就各位了 基本没有给HomeKit 家居产品再来一次的机会 你说我这米家台灯 用得好好的 就因为不支持HomeKit 就必须再买一台 米家台灯ES吗 公布答案 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你可以在米家APP中 通过Siri 捷径 直接接管比赛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你所做的 只需要打开米家 点击场景 随手设置一个命令 然后添加到Siri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家 这个不支持HomeKit的 米家台灯一代 我只需要设置手动执行 点亮台灯 然后设置一个语音口令 那么我只需要说 要有光 好的 完成 关灯 好的 完成 冷光 好的 完成 暖光 好的 完成 Siri亮一点 好的 完成 通过这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你可以把任何指令 设置在米家APP中 实现全部功能的语音操控 当然了 这个过程设置的话 可能还是要花个五六分钟的 没有直接你说买一台 HomeKit台灯更方便 但是主要它省钱 想省钱 还是想省力 这个就看大家的钱包 有多厚了 通过这样的设置 你可以调整空调伴侣 嘿Siri打开客厅空调 好的 完成 控制扫地机器人 嘿Siri开始扫地 好的 完成 全局清扫开始 控制拉框帘 好的 完成 我自己日常使用 觉得智能家居 解决的核心问题 是不让你起床 不让你弯腰 不让你折返 但凡有一个需要你走过去 才能激活或者关闭的操作 都可以直接实现 有些人说 听你这么描述 这是懒人福音呢 其实就是 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玩手机 你说你下床去关一下灯 再钻回被窝 其实能费多大事啊 但可能就是这十秒钟都不到的操作 让我觉得非常幸福 说完了音质和智能这两部分 进入我今天最想聊的 配对 我先说结论啊 HomePod mini绝对是更适合 一下买两个配对立体声的 我甚至觉得 如果你只买了其中一个 那可能只发挥了HomePod mini 一半的功力 首先 HomePod mini可以在iPhone上 非常简单的实现配对立体声 配对之后 你可以用你的iPhone和iPad 通过立体声来播放音频 Mac还不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但就是不行 实际上我认为 27寸的iMac 如果说是中间那层奶油 那么HomePod mini就是两边最好的巧克力夹心饼干 然而夹不得 如果你使用Mac看电影的话 只能用一台HomePod mini来播放音频 通过计算音频 你还可以在两台HomePod mini 左右双声道的基础上 再搭配一台HomePod来组成低音 未来就能说明 以后就能将其是一部份设计进行 Fay Comma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平时用iPad看电影很多 那么可以考虑购买一对HomePod mini试试 这是一个隐藏剂 很赞 因为有这样一个体验 需要非常好的音话同步 非常好的音箱同步 同时非常的mini 才能够在你的小办公桌上实现这样一套操作 说到音话同步 我给大家测试了不同视频app 它们的延迟表现 其中iOS平台目前我使用最好的 第三方播放器mplayer无延迟 手机版腾讯视频和爱奇艺无延迟 iPad版爱奇艺无延迟 但是iPad版腾讯视频音频 无法在HomePod mini上播放 B站的手机端和平板端都会延迟几秒钟 基本没有办法观看 YouTube没有延迟 购买建议上 黑色还是白色呢 还是要看个人家居的配搭 我自己之前使用的体验 HomePod它外边的黑色的织物不容易吸灰 但是黑色的小玻璃板 更容易显示有灰尘的存在 白色版的上边的小玻璃板 不容易显示有灰 但是侧面这个织物更容易吸灰 看大家怎样取舍了 如果你恰巧财力雄厚买了一对 我觉得可以考虑像我一样 来一个黑白阴阳太极双拼 如果你买了这一对 那么我建议你第一款 智能家居可以尝试的产品 是米家台灯 HomePod mini最吸引人的 其实是环绕的立体声效果 但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 依然是苹果号令客厅的智能家居野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